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Jennifer 今天 美国白宫宣布计划从11月初开始 绝大部分外国游客可以入境美国 但必须完全接种疫苗 另外 美国向加拿大实施的陆路禁足令延长至10月21日 加拿大旅客仍不可以通过陆路进入美国 但完全接种的美国人却可以开车 免隔离 入境加拿大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尚未在美国获准紧急使用 但这款疫苗已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广泛使用 白宫新措施实施后 或将会对部分曾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带来不便 魁省便为曾经接种首级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提供第三剂mRNA疫苗 美加边境自2020年3月以来一直被关闭 美国拜登政府重新开放与邻国的陆地边界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至少在一个月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将从11月开始放宽外国公民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 到时候 他的政府将要求所有飞往美国的外国公民全面接种疫苗 白宫新冠协调员齐恩茨表示 所有飞往美国的外国旅客都需要在登机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以及在飞行前三天内进行的新冠测试的阴性证明 他于周一宣布了这项新政策 入境美国将没有检疫要求 拜登还将加强对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的检测规定 这些公民需要在返回美国的前一天和回国后的一天内接受检测 新政策取代了去年由川普总统首次制定 今年早些时候由拜登收紧的旅行限制措施 美国目前禁止大多数在过去14天内去过英国 欧洲 26个没有边境管制的深耕国家 爱尔兰 中国 印度 南非 伊朗和巴西的非美国公民入境 对数千名家人在美国的外国公民来说 取消从某些国家前往美国的全面限制将是一个好消息 这些人在整个疫情期间几乎一直与家人隔离 而这项新规定影响到33个国家 美国疾病控制医疑防中心将发布接触者追踪令 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前往美国旅客的信息 包括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航空公司将被要求保留接触者追踪信息30天 在戴口罩方面 前辞重申总统拜登 已经扩大了飞机上戴口罩的要求 运输安全管理局对拒绝戴口罩的人罚款额翻了一番 目前还不清楚哪些疫苗在美国的系统中可以接受 以及那些在美国未获批准的疫苗是否可以使用 前辞说 这一决定将由CDC做出 前辞说 新政策将在11月初生效 以使航空公司和旅行伙伴有时间准备实施新协议 对于旅游业和欧洲政府来说 美国这一宣布是一项重大胜利 受此消息影响 美国航空股在周一并未跟随大盘暴跌 部分个股成逆势上涨态势 达美航空发声明赞赏拜登政府 为重新开放美国国际旅游开辟了通道 并表示这一重要决定将促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经济持续复苏 让分散超过18个月的家庭重聚 自今年初疫苗广泛上市以来 欧洲和英国官员已经取消了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游客的入境禁令 但拜登政府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 过去几个月 在欧洲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持续上升 并向已接种疫苗的美国游客开放入境的情况下 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坚持 禁止来自欧洲国家的非必要旅行 理由是新冠疫情的不可预测性 和Delta变异株的出现 专家们分析 拜登政府提出的旅行限制 恶化了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新的国际旅行规定将是修复双方关系的第一步 至于国内旅行 当被问及对美国人在国内旅行时 要求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时 齐恩词坚称 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他补充说 他目前没有关于 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政策的任何更新 辉瑞公司在星期一表示 该公司的新冠疫苗适用于5到11岁的儿童 并将很快寻求美国对这一年龄组的授权 这将成为开始为儿童接触疫苗的关键一步 目前由辉瑞公司及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公司生产的这种新冠疫苗 已经适用于12岁及以上的任何人 但是随着孩子们重新回到学校 以及传染性极强的Delta病种 导致儿科感染的大幅增加 许多家长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为他们年幼的孩子打上疫苗 现在 好消息终于来了 对小学年龄段的孩子们 辉瑞测试的剂量要低得多 仅为目前每次注射剂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 辉瑞高级副总裁 Dr. Bill Gruber告诉美研社 在第二次注射疫苗后 5到11岁的儿童的新冠抗体水平 与青少年和年轻人一样强 他说 儿童剂量同时也被证明是安全的 具有与青少年类似或更少的暂时性副作用 如手臂疼痛 发烧或疼痛 同时 身为儿科医生的Gruber说 我认为我们真的达到了最佳状态 Gruber表示 两家公司计划在本月底前 向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申请该年龄段患者的紧急用药 并在随后不久将向欧洲和英国监管机构也提出申请 上周 古巴已经开始用其国产疫苗为2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 辉瑞公司表示 他们共对2268名幼儿园和小学学年的儿童进行了低剂量的研究 FDA要求进行一项被称为免疫桥接的研究 有证据表明 年幼儿童产生的抗体水平已被证明对青少年和成年人具有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辉瑞公司周一在一份新闻稿中报告的 而不是一份科学出版物 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新冠病例来比较接种疫苗和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的比例 这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证据 目前 这项研究的规模还不足以检测出任何极其罕见的副作用 比如第二次注射后偶尔会出现的 以年轻男性患者为主的心脏炎症 FDA的Marks表示 儿科研究应该足够大 以排除任何对幼儿更高的风险 辉瑞公司的Gruber表示 一旦该疫苗被批准适用于年幼的儿童 他们将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仔细检测 以防止出现罕见的风险 另一家美国疫苗制造商莫德纳也正在研究针对小学生的疫苗接种 辉瑞和莫德纳也在同时研究低到6个月大婴儿的更年轻的孩子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有结果 Costco给买家提供了大量的选择 而现在 根据抖音上某Costco员工的说法 零售商也提供了慷慨的退货政策 令人震惊的大方 该视频的浏览量达到了290万次 Hanspianus和他的同事回答了一些最理智的退款问题 并揭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真相 可以看到这两人带着Costco员工徽章 并在Costco后台办公室录制了这段短片 他们声称 购物者有权获得全额退款 即使要退的床单已经使用了5年 视频中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床单我用了5年 可以退吗 对此Costco的员工回应道 是的 你会得到全额退款 伴随着一个投婚眼花的表情符号 下面一个问题问的是 死了的圣诞树是否可以在圣诞节后归还 肯定不行吧 令人震惊的是 两位员工回应道 是的 你会得到全额退款 最后 就在你觉得这些问题过分的不能再过分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问道 我能退掉这个派吗 已经被我吃剩四分之一了 当然 他们回答 这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引发了数百名网友的震惊评论 也太可怕了 一位评论说 其他人也纷纷分享自己在Costco的退款经历 一位抖音红人表示 我是Costco的员工 我的工作宗旨是 这不是我的钱 我只要负责处理退货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我丈夫在Costco工作 有一次一位女士带回一个空酒瓶说要退货 她都无语了 Costco的官方网站表示 自己提供业内最好的退货政策之一 Costco会对所有退货申报进行主案审查和审议 有些退货申请将由监理酌情批准或拒绝 有记者已经联系Costco 请其对抖音视频进行进一步制评 尚未得到回应 一直以来 高质量的空气和安全的食品是人们所共同向往的 而加拿大就是一个拥有该优势的一具国家 加拿大的食品安全体系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 与埃尔兰并列第一 随后 食品与饮品高峰会报告上 加拿大继续保持食品安全第一的优势 根据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 食品安全指数最高的15个国家为 埃尔兰 奥地利 法国 美国 德国 瑞士 英国 加拿大 丹麦 瑞典 荷兰 新西兰 芬兰 澳大利亚 挪威 加拿大名列前茅 加拿大拥有可持续的生态观 加拿大已耕种面积占全世界可耕种土地的30% 但水资源是中国的4倍 拥有丰富的农业 渔业资源 可以说 用原野无垠 土地肥沃来形容加拿大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加拿大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 不仅空气质量高 还有可信赖的高品质产品 食品安全标准高于世界普遍标准 同时 加拿大含冷气候也可消除害虫和病毒 有助于保证食品的高质量 在加拿大大型的农业用地周边 总会配套一个生产有机肥料的场所 收集和再利用牲畜的排泄物和草木灰 做成有机肥重新供给农场使用 农场主为了防止小鸟吃太多葡萄 会欢迎老鹰地居 为了实现自然授粉 会欢迎养蜂人比邻而居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最接近自然 最富有营养的生产方式 此外 加拿大还有严格的三级食品召回管理机制 加拿大每年要发布约400个食品召回令 其食品召回进程有着较为严密的流程 涉及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各司其职 有效保障了加拿大的食品安全 而且违反召回令被视为有罪 可判处5万加币以下的罚金 及6个月以下的监禁 CFIA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是负责加拿大食品 动植物保护的管理机构 他们派出的一线制检员 每天都会深入食品生产厂家 确保这些工厂的生产流程 符合相关要求和条例 具体检查项目包括产品原料 工作人员的着装和个人卫生 加工机械的消毒情况等等 以及对成品进行抽查 除此之外 加拿大政府还斥资1600万加元 建立起检验核实小组 他们的检查目标是联邦级别的 屠宰厂和肉类加工厂 并且对检验行动本身的彻底性进行核实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